很多妇女有习惯手上戴着浴镯子 但是嘉义县有位妇女却没想到 手上的浴镯子让她吃了不少的苦头 她因为出了车祸 手受伤包上了石膏 没有想到手越来越肿胀 手上的浴镯也越卡越紧 痛得不得了 只好求助消防队 消防队员用尽了所有的工具 也还是没有办法把浴镯子拿下来 最后只好忍痛把浴镯给敲碎 来解除她的痛苦 突然不是喊痛 因为浴镯卡在受伤肿胀的手腕 血液无法流通 让她痛得动没掉 不过要拿下这浴镯 可是给消防人员出了个大考题 消防人员先是用了小铁锯 铁牙锯浴镯还是一样坚固没断裂 再接再厉 接连换了大中小各式钢剪 一样没动静 消防人员只好使出最后 绝招就是铁锤 五秒不到卡在富人手上的浴镯 终于脱除 如果再久一点没有脱除的话 它可能越肿越大的话 可能整个都包覆了 可能会导致它 这方面的那个组织会坏 几乎全部的工具我们都用上了 浴镯顺利脱除 但也已经碎了好几段 尽管富人再怎么不舍戴了 二十年的浴镯被敲碎 但也是为了解除手痛 也只好忍受心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